张柏芝结婚喜帖曝光,三胎生父姓苏是台湾人,本尊早已回应。 文娱乐八皮军,企鹅独家发布,谢绝转载,亲权必究,说起这几天的娱乐焦点,那就是张柏芝三胎生父的新闻。 占据了整个娱乐圈头版,随着张柏芝三胎小王子满月,加上最近张柏芝官方毕摇,关于三胎生父是谁网友更加好奇了。 有关张柏芝三胎生父的传闻越来越多,都被张柏芝依依比摇了,至于三胎生父是谁张柏芝就闭口不谈,网友的八卦心越来越强烈了。 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,张柏芝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,一直扮演好母亲角色,洗脱之前和陈关系的事件罪名。 去年期间一直传闻男友,张柏芝都闭摇了,如今没有男友却突然生三胎,公布的时候孩子还满月了。 如果不是公开,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呢,不得不佩服张柏芝隐藏得很好,演技很好,真是戏如人生。 近日,张柏芝三胎生父被媒体曝光人物有周星驰、谢霆锋、向左、富豪孙东海等,都是被媒体操作一阵子,最后官方毕摇,张柏芝也获得了大量的人气。 网友说,这炒作的速度比小仙六强多了,为何不直接公布三胎生父呢?让网友猜来猜去的,有意思吗? 不就像获得人气,拿三胎生父是谁来炒作一下知名度,毕竟这么长枚作品了,早就过时了。 昨天,又有媒体爆料张柏芝三胎生父姓苏,名叫苏志远,他是何许人也,苏志远是台湾人,是国立台北大学司法学系毕业的全能才子。 16岁就精通三国语言,相貌非常帅气,是个富豪,狩猎房地产,连锁超市。 根据媒体爆料的视频中看出,苏志远在张柏芝黑道危机的时候帮过他,动用了自己的权利和金钱让张柏芝平安无事。 两人越长越近,被媒体谣传为情侣关系,当时张柏芝已经和谢霆锋结婚,并且怀孕了,所以当时还引起了轰动,关于孩子姓苏还是姓写在网上引起了渲染大波。 这则视频又是港媒曝光出来的,网友说这肯定是假的,因为当事人早已回应必要过这件事,当时张柏芝在回应孩子姓苏还是姓谢时已经明确给出答案。 张柏芝称,我们之间真的没什么,只有纯友谊,但苏志远是很支持我的一个朋友。 由于经历了太多事是非非,目前对所谓的传闻自己已能坦然面对。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,张柏芝和苏志远只是普通的朋友,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的关系,我们都好好想想,如果当时真是苏的孩子。 为何谢霆锋不和张柏芝离婚呢,而是陈冠希事件后,两人才离婚,而今天又传出这样的新闻,真是让人气愤,杠梅为了流量无底线的炒作就文。 真是没有一点做新闻的素质,光了一个记者,这里小编也希望张柏芝赶紧闭谣,不然误会越来越深,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 张柏芝在和谢霆锋离婚后,就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儿子,日子很辛苦,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,张柏芝拥有第三个儿子,可想而知这对他的压力更大了。 明星的消费我们可想而知,这对于离婚后很少出现在迎评里的张柏芝来说是个巨大考验。 于是我们发现张柏芝为了保持热度开启了直播成为了一名明星主播,在直播期间他的两个儿子也会偶尔出镜,近日,张柏芝在直播的时候儿子调皮地抢了张柏芝的儿子说。 想爸爸妈妈,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,但是粉丝们却迟迟无法淡定。 一时间关于谢霆锋的言论刷遍了屏幕,随后张柏芝便关掉了直播,儿子的无形之眼也无疑暴露了张柏芝目前的婚姻状况。 也许谢霆锋很久没有和儿子见面了吧。 网友们也是纷纷喊话谢霆锋,回来吧,如今虽然两人已经离婚了,但是毕竟有两个儿子作为纽带,两人之间如果说一点感情也没了应该是不可信的,对此你怎么看呢? 谢霆锋深夜直播,镜头一转,王妃巧入镜,惊慌失措忙转移镜头。 谢霆锋大家都很熟悉吧,他是一名演员,歌手,也很是帅气。 他不仅有很大的事业,在家里也是一个会做饭的美食家。 谢霆锋真的是很棒呢,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 王妃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位女歌星。 在影视圈是一位名气很大的,他唱的歌很好所以有很多的网友们称他为乐坛上的天后。 王妃这个人名气很大,但是他的个人家庭事也是很多网友们众所周知的,曾跟谢霆锋在一起后来分开后。 都有了各自的孩子,竟然抛弃了家庭又在一起了,是说明两人有缘还是说明两人设家庭不顾是自私呢? 王妃在跟李亚彭离婚的时候就说等孩子成年后才能再结婚,两人之间有孩子还是会碰面的。 两人曾参加活动一家三口可见是很开心的,在去年的时候王妃还参加了李亚彭的宴会,也是很放得开的,心情很好。 甚至在第一任丈夫动为母亲的生日会上,王妃也是参加了,可见还是有亲情的,而在斗靖童心里也是李亚彭这个继父对她的关爱很多。 王妃做出的这些谢霆锋很是生气,再加上跟王妃屡次求婚总是遭到推辞。 愤怒的谢霆锋在社交软件上发文,你要清楚你自己是谁。 疑似暗示王妃的所作所为,还是希望两人幸福吧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《真正常》 《真正》 蓝 cake 《真正》 蓝结束 优独播剧场——《真正》 蓝结束 优独播剧场——《真正》 《真正》 蓝结束